臺營上海分行 清算銀行 但是大陸方面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大陸官方說時間表還不能說明 那請問依您的了解 兩岸為什麼沒有辦法同步 我想這跟兩岸的監理有關 大概大陸的金融監理有關 這樣子喔 那你認為這個是不是 這個仍然存有很相當大的 這個認知上啊很大的一個 一個落差才會這種狀況 我想再努力溝通協商 因為照理講這應該是要同步嘛 那不能說我們這裡已經 這個有選擇 這個台營上海分行 作為清算銀行 但是大陸那邊等於是 根本目前都還沒有 跟這裡同步 我認為這個應該還要再繼續來 這個來繼續做溝通 那部長 我想你說你會繼續來 調查這些公股券商 就是沒有錯 我們就發函給公股銀行 那你認為是不是只有 極限於在這個 營業員裡面而已 就是看看 公股銀行裡面的證券公司 就看看有沒有什麼異常 操作方面 因為那個部長 應該不光只有營業員 甚至於他的主管 這個是不是應該也要去深入了解 我相信這個 全盤去瞭解才不會有這些漏網之魚 您認為呢 我是認為這樣啦 因為他們都有公務員的身份 那裡面也有一些鎮� 人員我相信 公務人員應該比較守法 這種情形比較少 那至於會發生那種事 大概都是外面約聘來的 那個少數 那 我再繼續來請問那個劉董事長 那個部長你也不要走 那個劉董事長 我想今天的股市表現不好 那有很多股民啊 我相信都是被套牢 那 這個媒體報導說 這個媒體報導說 這個 台灣經濟的股市 經控啊 這個監護護盤的責任 尤其這些公股銀行行庫 這個 對股市投資的表現很好 而且齁 這個事實上已經獲利 16.27億 普遍優於政府啊 基金委外這些操作的計較 那請問公股銀行投資 報酬率比委外的這些計較好 他的原因到底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其實像台灣經控底下 其實有幾個部分跟 我們的投資有關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台營的財務部 我們的信託部 信託部是就勞退基金 來委託我們來 來做操作的 另外台營證券也有 還有台灣人數也有 這幾個部分 財政部最近有叫我們要調查 其實我們也都調查過 在我們經控底下 完全沒有類似 對啦 那我是問你說 到底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們的績效 為什麼 絕對比這委外操作好 因為公股的金融機構 比較 我們的 像 這個買股票 主要的重點還是 比如說台灣50 這個比較大型股 然後 比較穩健配息的 我們是看長線 所以說齁 劉董事長 你們都可以在低點來買進 賣在高點 所以說才有這樣的操作利益 是不是 不一定賣在高點 就是我們要看整個市場的狀況 不過 以這幾年來做比較 我們登大盤真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比較長期的 一個佈置這樣 這樣子齁 那個 部長 我想齁 這個媒體 報導最近台股的成交量 非常低迷 那財政部上個月下令 公股行庫 進場護盤 還必須天天回報 整個買股的狀況 轉手為攻 以增加公盤的火力 那請問 這個 台灣金控是不是 在這次護盤 是主力 是不是這樣子 委員那個主力 這兩個字 最大的主力 因為那個 那個就金額大小的問題 這樣子齁 但是齁 那個部長 其實本席有質疑 你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一的成交量 只有549億 星期二 是515億 昨天啊 是561億 講實在話 現在整個股市啊 真的是一灘死水 你不覺得嗎 那 證交稅 今年度 我相信 少收很多 最少五百億以上 齁 那我再質疑說 因為最近的量 不管是上漲也好 下跌也好 都是在那個 均量裡面 像這種狀況齁 會不會是我們基金裡面 自己來對坐 齁 因為同事 角的這個 我們所有的證交稅 還是一樣在國庫裡面啊 齁 那 因為量都是在五百多億 齁 那 講實在話 我們都很清楚嘛 從證所稅開始以後 整個股市就是一灘死水 但是財政部到現在為止 完全沒有提出 解決之道 你就放任 讓他變成一灘死水 我們都知道 股市是經濟的櫥瘡 但是 現在為止 財政部真的拿不出 比較具體的一個方式來解決 財委員 我用盡我們所有的工具了 除了請公股銀行進場 每天回報買超 那另外呢 事實上在一些場合 我看昨天 可惜媒體都沒有登了 昨天行政院有發布新聞稿了 事實上在那個場合 我們都有提 那譬如說 像F股這個問題 昨天在行政院的宴會 也說 不能出清 不是用出清的概念 所以那個都調整過 那你認為這樣有幫助嗎 應該是有幫助啦 不然 這個新聞稿 如果澄清 就知道 對F股就知道說 對他不是說 不准買 要全部賣 不是那個意思啦 就澄清了 因為那個部長 現在主要那個量 就是沒有辦法擴大 不管你今天上漲也好 下跌也好 都是在五百多億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 現在只剩 只有證所稅意圖 可以考慮 來救股市 其他真的是 到目前為止 其實 我們每天在外面所接觸的 很多民眾 股民都有給我們反應 我的看法 其實現在這些散戶 幾乎都沒有進場 都是政府的基金自己在對做 那你對做等於是到最後 你證交稅所有小的稅 全部都還是在國庫裡面啊 那你主要就是要充那個量啊 對不對 那個這個叫做什麼 駝鳥心態啊 八委員 對不對 大家把證所稅啊 歸咎於證所稅 其實影響沒有這麼大啦 事實上他們也都課不到稅 他們不知道在擔心什麼 因為齁 對 那個部長 其實齁 證所稅以後啊 那些大戶啦 大咖的 全部都跑光光了啦 那因為政府要充那個量 所以說以基金來對做 反正 左手右手都是自己的 齁 才造成今天這種局面啊 那我認為說 我們要坦坦面對 針對問題 怎麼來解決 你總不能讓整個股市 就像一灘死水 天天都是這個樣子 你不覺得嗎 每天那個量都是那麼小 那些證券商也真的是活不下去 到年底啊 有那麼多人 要離開要走掉 這是存在的問題啊 但是財政部拿不出辦法來啊 大家都是 不敢去面對啊 有些工具是在金管會手裡啦 事實上我們有密切 昨天在院裡的討論也都有 那你們橫向難道沒有做溝通嗎 橫向沒有做溝通嗎 有了有了 這個事情要是不解決的話齁 你看 委員事實上 像昨天那個會議我都有建議啦 只是說有些話齁 都不好 我們這些財委會的委員 大家急死的 我跟你講 因為從 證所稅開始以後 一路下來就是如此 大家不敢坦然面對 結果都是那種駝鳥心態 不敢面對 要把問題解決啊 今天你不能讓股市 像一灘死水 這個股市是經濟的竹窗 今天要是股市沒有活絡的話 百業蕭條 大家不敢消費 產生很多的嚴重問題 產生啊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財政部 你是主管的立場齁 齁 你應該要把這個問題來講來 有我在適當的場合 包括昨天下午 適當的場合 我都講得非常的非常的嚴重啦 我都有講 是是 我是希望說齁 財政部齁 因為在短期裡面啊 提出趕快 怎麼來救股市齁 怎麼讓它量能夠放大 齁 讓整個股市活絡 不然的話齁 真的很嚴重 我們大家心知肚明 齁 你不要說啊 這個 我們已經上路了 那結果 這個要實施了 齁 就卡在那裡 不上不下 這個叫做鴕鳥 部長你的看法呢 沒有錯啦 事實上 剛剛委員講的 像包括基金對座等等 昨天會我都有談啦 對啊 包括四大基金 所以呢 事實上齁 要整合就是這個目的啦 昨天行政院的新聞稿 第一點就講這一點啦 所以 大家委員講的 說四大基金 我本來講說整合 不能太極 昨天的決議就是第一點 中長期以整合為方向啦 因為齁 你要是要整合 沒有讓這些股民看到希望齁 大家不敢進股市 對 真的是一灘死水 那你每天要衝那個量 都是基金自己在對座 然後對座以後 就是衝那個量 所以說你看 每天都是均量 不管你上漲也好 下跌也好 都維持在那個量 那維持那個量 那是騙自己呢 對不對 部長 對 我認為這個事情要解決啊 我相信 我相信會有一些 一些效果出來啦 因為昨天我有 委員您講的那些 我幾乎都有講 短期裡面 要拿出解決之道 是是是是 不要再駝鳥好不好 是是是 謝謝 謝謝 判斥 判斥